这个档案我们来看立一 立一它叫我们求呢 这个t分之sin t 它从1积分到x 然后你再把它微分 那么事实上到现在目前的课程 我们还没有学过三角函数的积分 所以你现在如果要把它积分呢 事实上不可能 那等你学完三角函数的时候呢 这t分之sin t的积分非常的麻烦 那所以呢这边 它测验的观念就是积分在微分 那因此你要使用刚才导出来的 基本定理的 微积分基本定理的第一个式子 它第一个式子它告诉我们说呢 如果你从a积分到x 对什么呢 对ft下去做积分的话 那这个积分的结果呢 它实际上就是f of x 它实际上就是f of x 那因此呢 同学可以把这边看做什么呢 把这个部分 就把它看做f of t f of t 那因此呢 这个定理里面呢 以这一题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t分之sin t 这个ft实际上就是t分之sin t 那么你把它从1积分到x 换句话说这个a线是1 那么积分在微分之后 在对x微分之后 它跟我们说它最后的结果呢 是f of x 那f of x是什么呢 f of x呢 就是x分之sin x x分之sin x 所以这个题目啊 我们就使用微积分基本定理的第一个式子 第一个结果 微积分基本定理的它的第一个结果呢 我们就知道说呢 你把它积分在微分之后呢 它又还原变成这个被积分函数 就是x分之sin x 那这个是例1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例题2 例题2呢 它现在告诉我们说呢 有一个函数f 我们把它从0到x呢 做积分之后 它会等于x3次方加上x 把一个函数积分之后 那么它会等于这个式子 那么叫我们求原来的这个函数 那这个题目呢 因为下限是常数上限是x 所以又让我们想到那个 刚才的结果 就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函数 对把它从a到x做积分 然后再把它微分回来的话呢 它就会还原变成原来的这个f of x 那因此呢 这个积分呢 再把它微分 所以呢 从这边 我们大概得到一个线索 就是呢 我们如果在这个等号的左右两边 你同时下去做微分的话 我们在等号的左右两边 同时下去做微分 等号在这里 等号左右两边 同时给它做微分 同时对x微分 那么左边这个式子 配合为积分基本定理的第一个结果 它就是f 它就是f 所以左边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这个微分的结果就是f of x 那等号右边这个函数微分很容易 它就是sin次平方再加1 那因此呢 这个题目呢 这样子做就可以了 这个 好 谢谢观看